这一盘真的太有冲击力了 我的天 这个肉是比较肥瘦均匀的 今天猪饮饭了 我们去吃个羊饮饭 一家据说很正宗的美式烤肉 它开在这个华侨熊创意园这边 这种吧台为晚上凉快的话 应该坐着很舒服 这边看球应该也蛮舒服的 很好 不无休的 里面真凉快呀 这家店这些喝的 我感觉这个名字都取得很好 帅哥 想问一下 有什么推荐的女生喝的东西吗 推荐的酒就是一个酸物之旅 和一个半个桃子 它一个是酸纹籽IPA 半个桃子是一个水果蒸味小麦 所以说它中段有一个麦芽的香味 反正就是甜一点是吗 你说那么专业的其实我听不太懂 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哇 这看来就很有食欲 这些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麦芽 麦芽是可以烘烤的 然后可以亮着橙子红的角 这个就是半颗桃子 这个酸物之旅真的很像一杯果汁 说是有13种果汁里面 这一盘真的太有冲击力了 我的天 这边是我们的猪类盘 这边是羊类盘 然后这是我们手吃猪肉 下面是我们的香肠 美式牛鲜肉 之后这就是脆皮鸡 各有五种肉 它们搭配了五种酱料 有搭配一些酸黄瓜 沙拉之类的简易 哇 这一盘真的好过瘾啊 帅哥 我还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是用什么烤的 碳烤还是说 烟熏烤的 深圳的荔枝木 荔枝木烤的啊 对 哦 美式的做法 但是是用荔枝木烤的 没错 所以他还是和我这种肉食爱好久了 我们家这个是四人份的 我们两个女孩子吃 干杯 开动 这种美式烟熏烤的牛胸肉 表面要烤的这种焦黑材式灵魂 感觉很脆 看这个牛胸肉的纤维感 我看它这个肉是比较肥瘦均匀的 牛胸肉油起来是很丰富的 不是那种很柴的口感 还是这种纤维感很丰盈 看这个肉其实刚才完成的时候 我注意缺那个烟熏环的 现在被我吃的破坏了 果然很软烂 那个烟熏的风味特别突出 今天就是一期饭猪引炫肉举 外面那一层焦香里面的肉软嫩多汁 好好吃 出饮饭了 先吃了牛肉 现在我们来吃猪 猪肋排 果木炭烤猪肋排 表面也是这种焦焦的感觉 这个好多汁 第一次感受到猪肋排这么多汁 确实能吃出那种荔枝木的香气 滴温满足 因为这个肉非常的软烂 我感觉这个吃起来充满了野性的味道 这个猪肋排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个蔓越莓酱 酸酸的 刚好如果你吃这种猪肋排如果觉得腻的话 可以缓解一下 哇 今天这个猪饮真的过足了 汤包拿开 后面是有烤菠萝的 一片面包 搞点充满野性的手撕猪肉 还有香肠 两片酸黄瓜 再来一片烤菠萝 给它夹起来 自己DIY一个三明治 还有这些酱料 刚应该给那个肉汤再加点酱料 没有吗看最近网上很火 那个干巴大叔天天吃那个干巴lunch 虽然这也是养人饭 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巴 完全炫肉看着很爽 今天这个肉真的炫的太过瘾了 我刚才喝那个叫半颗桃子 我觉得那个还蛮好喝的 甜甜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猪饮饭了 想要大口炫肉 就可以约着朋友来这里小酌一下 我觉得这家的那种美式烟熏风味的烤肉 真的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影片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